和AngVector,就是我们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还有一个对角化 Diagonization 那什么是AngVector,什么是AngVector 那我们的定义是对一个矩阵来说,如果矩阵作用在某一个Vector上 相当于是把这个Vector做拉伸 那这样的话 这个Lambda Ax的Lambdax 这个Lambda这个数 我们叫做AngVector 是A的AngVector 那这个x我们叫做AngVector 但是我们 说是A的AngVector,但是我们要 要指明一下是 对应于 Lambda的AngVector 这是它的定义 AngVector 和AngVector 在 应该说是 信息代数在其他地方有很多的用处 当然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 我们毕竟是一个复习的 课程 那 对这一部分 那我们要掌握哪些内容呢 那么第1个是我们要 怎么样去 计算 或找出 它的AngVector和AngVector 那么 那么怎么样去找 AngVector 和AngVector呢 首先找 AngVector 是找特征值 是 A-Lambda I这个行列式 等于0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个行列式 或者这个 通过这个 特征方程 这个叫特征方程 我们去找出Lambda 这个叫特征方程 A-Lambda I 这个等于0 我们叫特征方程 我们是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Restic Equation 其中前面这个 A-Lambda I 这个行列式 我们叫做 特征多项式 特征多项式 那这个 我们要计算 这个A-Lambda I这个行列式 等于0 是因为我们 A Ax等于Lambda X 当然我们前面这里要讲的是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 X X不能等于0 X是不能等于0的 有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Ax等于Lambda X我们把 移到同一边去 就可以写成这是 A-Lambda A-Lambda I 乘上 X 等于0 这是 这也是一个 其次的线性方程组 那么其次线性方程组 我们又要求 Ax X不能等于0 也就是说 这个其次方程组 它有非0解 因为X不能等于0 就说有非0解 那么有非0解的 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A-Lambda I这个 行列式 是等于0 它才有非0解 如果不等于0的话 就是有非0 只有0解 这是在我们在讲这个 逆径症的时候 那一部分我们 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 所以我们只要算A-Lambda 这个行列是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Lambda 算出Lambda 那怎么样找 X呢 我们就解这样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也就是说 A-Lambda X等于0 我们解这个线性方程组 我们来 G 来找出我们的X 那 就实际上就是两步嘛 那么有了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以后 那么跟这个相关的我们叫做Diagonization 也就是说对角化 对角化的定义是我们是存在一个 可逆的 可逆的矩阵 存在一个可逆的矩阵P 使得 P-1A P 这个是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对角矩阵 D是一个对角矩阵 这是Diagonization它的一个定义 一个矩阵可以对角化的这个 充分必要条件 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说 A is Diagonable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 A有 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要有N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 而且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P就正好是等于它的特征向量 所排成的一个矩阵 而D 是所有的特征值排成的 矩阵在主对角线排成的矩阵 主对角线 用特征值排成 它就是一个对 是一个对角矩阵 而这个P是它的特征 特征向量 所组成的一个矩阵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说 我们通常是在一个问题里面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立体 因为我们找 矩阵对角化的话 如果我们要问一个矩阵 是不是可以对角化 如果可以对角化 那我们找出它的矩阵P和D 那 我们实际上 这种问题就实际上包含了这三个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例子 如果A等于 A等于 1 0 2 1 1减上lambda 哦 不是 我们还没有lambda 11 1 0 1 -1 我们 我们 找 他的特征值 找他的特征向量 我们还是要写 写详细一点啊 我们说他的 N跟Value 我们要找出他的N跟Value 所有的特征值 所有的特征向量 然后 把它 对角化 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 那我们找特征值 不好意思 那如果我们找特征值 我们是A减上lambda 这个等于 0 那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这是1减上lambda 0 2 1 1减上lambda 1 0 1 -1 减上lambda 那我们看 好像这个 因为现在带着有参数lambda 所以我们做 这个 做 矩针的这个 初等变换 有时候有些 有些运算是不能做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加减 我们加减 可能可以做 乘除有时候就不一定好做了 因为这你不知道它是不是0 所以我们可以做加减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 看这个 看这个 行列是有些什么规律 当然说我们现在这里的 讲的这种方法在计算一般的行列 也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这里是 加减 我们做乘除 可能不是很好做 因为 比如说这个1 你要乘上负的1减lambda 加到这里上去 那么这里就有平方了 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们这 每一列加起来 我们把 每 就是每一列加起来 那么我们看第1列加起来 所以2减lambda 第2列加起来 也是2减lambda 第3列加起来 也是2减lambda 所以我们把 所有的行都加到第1行去 也就是说第1行 我们把第2行加到第1行去 然后把第3行加到第1行去 那就得到了 第1行就变成2减lambda 2减lambda 2减lambda 这是1 1减lambda 1 0 1 负1减lambda 那么第1行里面就有个 2减lambda 就出来了 那这里我们就写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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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lambda 1 这是0 1 负1减lambda 那么现在 要做 行变换就比较好算了 2减lambda 那么我们把 第2行减去第1行 那这是 这个 就变成0的嘛 第2行减去第1行 这是负lambda 这也变成0了 那么 这是 这里不变 0 1 负1 减lambda 那我们先 那这个 实际上是 我们先按第1行展开 就变成 这是 负lambda 0 1 负1减lambda 那这是 2阶的 2阶的行列式 那直接算 2减lambda 那么乘上一个 负lambda 乘上 负1减lambda 如果这个等于0 那我们得到的是 那么这应用是 3向 所以分别令它们等于0得到三个解 lambda 1等于2 lambda 2等于0 和lambda 3 等于负1 对lambda 等于负1 那我们算出特征值 我们再算特征向量 我们就把 三个lambda 分别带进去 那例如 那我们看一下 求特征向量 我们第1个当lambda1等于2的时候 a减上lambdai 因为我们 解线性方程组a-lambdai x等于0的时候 我们解这个线性方程组 为了我们只需要管它的系数矩阵长什么样子 对它系数矩阵然后再做这个 行变换 那么等于2我们带进去 那就是 -1 0 2 1 -1 1 0 1 那这里是 -3 3 那我们 把 全部加到第3行去 全部加到第3行去 那么这里 -1 0 2 我们先把第1行加到第2行吧 可能好一点 可能 差不多 计算差不多 这就变成0 这-1 这是3 0 1-3 然后再把第2行加到第3行去 -1 0 2 0 -1 3 0 0 0 好 然后我们再把第1行成了-1和第2行成了-1 10-2 0 1-3 所以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结可以直接算 所以 我们还是用那个写 用v1 所以v1 就等于 2 3 1 这时候我们以前讲过怎么样快速求解 我们是可以直接写出解的 好 那么lum的2等于0的时候 a、 zmB1ке 1 7 第二行加到第三行去 这是0,0,0 好,那么到2等于0呢 那么V2 那么到2等于0 那么我们把A-那么大算出来 用Role Reduction算出它的R21F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写出解 是-2,1,0,211 这是Lambda2等于0的时候 那么Lambda3等于-1的时候 A-上LambdaI等于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A-LambdaI 这个还可不好看 A-那么的-2,0,2 第一行是-2,0,2 那么第二行是-1,2,1 是1,2,1 第三行是-0,1,4,2 0,1-2 好,我们把第一行 嗯 -1,那么是-2,0,2 1,2,1,2,1 好,我们把第一行处于-2 这就是1,0,1,4,1 第二行不变 第三行0,1,2 0,1-2 这个也不变 那么我们把第二行减第一行 这是1,0,1-1 这是0,2,2 诶 诶 这样的话就画不了了 我可算,那么的3是等于-1 1,1 哦 这中间是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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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 哦 第一个是-2 是202 那么101 好 那我看一下 还有哪里没算对 121 202 121 01-2 01这是0 0-1减1这是0 这个是0 好那么这是1 101 那么减去第2行 这个减错了 第2行减第1行 那么这个是0 这是010 我们把 第三行乘了富尔加的第2行去 然后把它们交换 就变成010 0000 那么 x3 是free variable 所以已经是RREF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写解 这负1 01 所以我们看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有三个 Angon vector 有三个Ng vector V1 V2 V3 所以我们可以 diagonal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P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是V1 V2 V3 我们写出来 这是 第1个是 第1个是 231 第2个是 -211 第3个是 -101 那么D 我们要注意 每个Vector 它所对应的 特征值 一定在相对应的位置上 那么V1 对应的是Lambda1 就是 所以这个是2 V2 对应的是Lambda2 所以这个中间 这个是0 V3 所对应的是Lambda等于-1 所以在这个位置 其他的地方都是0 如果你愿意写 你可以这样子写 当然 有时候我们 我也 看起来更清爽一点 我们就直接写成这样子 那么 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P-1 A P 就等于 这是 2 0 -1 这就是 Diagnization 这一块 那特征值 特征向量和 对角化 基本上 它们通常是要出题 要不就是 一起出题 就全部在这儿了 对角化